下午就要坐飞机了,准备好要系上你的安全带,所以我们下午还有一点休息了,你要碰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随意的出去活动活动,或者还凉水溶溶溶溶溶,好,好,下面我讲了一些历史背景了,大家不一定背得很清楚,知道有什么回事,就是说他们犹太人在这个时候经历了深入混乱, 他们盼望一位以赛亚到他们当中来,他们在夹缝中生存,受了种种的逼迫,但是他们还是持守他们的信仰,但是这个信仰对他们来讲非常重要,因为他们信仰呢,最新的叫做圣殿,那叫做耶路撒冷的圣殿,是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但很可惜,这个圣殿多次被 毁坏。从所罗门一开始造的这个圣殿,在旧约中讲到,被新巴比人帝佛毁灭,而且约会消失的无影无踪,到现在也找不到。 所以说,有艺术家有灵感,就开始排各种电影,说一路约会,那哪哪哪哪找到呢,这个很奇怪。所以的话,第二圣殿是,他们回归以后,被罗斯王宝列允许他们见圣殿,他们才建立,当时是,旧约中讲得很清楚,叫第二圣殿, 但是很可惜,这个圣殿,到公元七十年,就是耶稣,过世以后的一段时间,罗马将军提多,再次攻打耶路撒冷,再次被毁,耶稣当时讲过,没有一块石头留在上面,同时,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被重建,他们得胜的项象,在罗马里的提多拱门,就是他们的 抹去的,圣殿的金灯台和信念都带回去了,他们把整个得胜的形象,刻在这个门上,所以整个圣殿是这么一个状态,他们没有圣殿了,但是,这个圣殿就是我们当时画的,现在目前的圣殿,就是,他画的当时是这么一个圣殿,有机会你可以看个旧约,这是一个图,我自己亲自照的一个像,这么一个图, 很宏伟,很宏伟,这是我们的导游,顺便跟大家讲一下,你们想去耶路撒冷吗? 想!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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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碧辉煌的清真寺 他是在以后 在十字军东征的时候 当罗汉罗的兴起以后 伊斯兰教占军了这个地方 他当作他们的圣城 所以建了他们的清真寺 在圣殿的原地 耶稣清理圣殿 结果现在他变成了一个标志性的建筑 他自成有八百多一千多年的历史 所以现在还是这个清真寺站 所以我们这就是祷告 我们的信仰实在在那个地方受到很大的很大的 这是清真寺是这个样子 但是在没有了圣殿 但是不等于他们没有聚会的地方 所以现在出了个会堂 会堂现在叫Senegog 这就是现在罗汉文的会堂 因为他们失去了圣殿 失去了信仰的精神偶限主项 但是为了聚会的需要 成立了会堂 所以现在为止他们的会堂的条件就是说 只要有十个犹太男人就可以在这儿聚会 他们也是读经 找到社交的地方 所以回归时期 他们的敬拜中心让以会堂为主 会堂什么地方发生呢 是在他们被罗以后就开始形成了会堂 所以回归以后 在当时有四百五十间左右的会堂 在整个巴勒斯坦全地一千五百多间 每间会堂都有管会堂的 圣经里多次提到 所以这就是耶稣经常教导的地方 圣经里讲的会堂就是指的他们这个会堂 保罗也多次在这个故道 就是在这个地方 贵堂是他们的一个中心 现在仍然是他们的中心 他们的神资人员叫祭司 我不多讲了 祭司 每次他们恢复献祭以后 由祭司主理这个事 但是你知道这个祭司 后来就变成了一个肥缺 在罗马帝国的时候 只要你有钱 你就可以买 就我们现在叫买官 卖官 当时这个地方也有 当时耶稣时期的这个贾那一家 五个儿子和女婿 该亚法全都是祭司 圣经里讲的都是他们这些人 该亚法 贪污 联合谋害耶稣 就是他干的事 圣经中多次讲到 祭司就是这么一个人物 已经是变成了耶稣所 严厉批评的 因为他们已经堕落了 他们进的是一个表面上的一个 一个所谓职分 这是一个目前神人员头衔 还有一个叫萨都该人 萨都该 萨都该大家都知道 是不是 和法律赛人两个 两派是这个互相 真通相对的两派 他们这些人呢 理性相信神 但是不相信天使 不相信天堂 和法律赛人 意见相左 所以他们说没有复活的事 他们就来问耶稣 所以耶稣讲说 你们要防对法律赛人和萨都该人的教 但是保罗 你知道 曾经就提出一个复活的话 就让他们两边吵起来了 就是在那个 十字经传的时候 是这样 是吧 他跟法律赛人两边 格格不论 但是他们在 谋害耶稣的事情上 连成可弃 他们都是 这是萨都该人 这是他们 政治运作 他们经常当祭司的 很多是萨都该人 法律赛人呢 跟都不太一样 是吧 他自称是精英中的精英 我们什么叫精英 大家知道吧 一讲精英 可能现在 刚才我吃饭的时候 跟几个姊妹弟兄们在谈 中国的教会 不知道你们了解多少 我们心目中 中国的教会呢 大家信主都是在日本信主 有没有在中国信主的 有啊 你们是来自家庭教会 还是来自三个教会 有三字 有三字 也有家庭的 是吧 我先不讲三字跟家庭 但是你知道 中国现在兴起了一个 叫第三波的教会 他们叫做 新兴教会 这个新兴教会 以城市的为主 他们走出了家庭的环境 有一千多人 几百人的聚会点 他们租用大地方聚会 他们管的叫白骨精教会 是不是异端呢 不是 他叫白铃 骨干 精英 所以 你去那些教会 你会感到 他们的层次 一点不比我们差 牧师都是很好 这些聚会的人 教授 工程师 科学家 公司里面的白领 大学 硕士 博士多得很 还有海归 当时 法利赛人 是他们精英中的精英 大概有五六千人 是吧 他们很虔诚 但是他们 纯粹是表面上 他们造成了一个什么呢 因为他是精英 受着良好的教育 他们属灵上的骄傲 让他们狂妄自大 目中无人 是吧 他们在乎宗教外貌 禁食祷告 都等都做 而且在大众面前做 他们看不起税吏 看不起倡计 所以 实习约翰说他们是什么 毒蛇的种类 耶稣多次批评他们 这叫法律赛人 所以我们 可以我们做一个借鉴 我们生命中 是不是有一种骄傲 你看 我信主了 我的灵命比你高 靠我自己找的神了 你们这些人还不信主 是不是 我们有说法律赛人的这种影响 在我们身中 或多或少会有 我曾经到中国去 有一次参加一个陪灵会 我们就讲的一件事情 有很多传道人 我不属批评大家 有时候 我们通过大陆背景的基督徒 我们有一种莫名其妙的 一种自我意识很强的一种感觉 有人说 你看我什么都奉献了 什么奉献的都没有了 都给出去了 就受骄傲了 我们有时候灵命成长 就是靠自己 我们每天要坚持毒精 咬个牙去 今天早就开始五点钟起来 祷告 我今天一定下决心 今天我受到这个培灵了 我做一个很好的讲解 让我激励 我好好 从明天开始 我每天早就五点钟 我下决心咬个牙 发个死事 每天要毒精 大家做我经过这个 你能做几天 三天 三天 不错 三天很好了 为什么我这么坚持不下去呢 因为你是靠自己 这往往是法利塞人的方式 我们靠什么 靠耶稣基督的恩典 想到主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改变我的生命 你生命改变没有 耶稣为我死 我要为他活 当我想到这件事的时候 耶稣的死在我身上 为我的 为我的罪留的保学 为我个人的罪留的保学 我想到这件事以后 我时时刻受到激励 我不用自己下什么决心 当然要下决心了 但是我要在手脸上操练 圣灵和我同在 我就可以做到 但不需要靠自己 所以法利塞人 我们千万不要用这种 毒蛇的种类 这种方式来做 这是我讲的一个 那么 不是没有好的 有 有 保罗是不是法利塞人 但是神 耶稣基督亲自将来显现 但是也有尼克尼姆 也是吧 是不是 所以他们这些人很包容 但是有好的 是吧 那么 还有一个叫文士 什么叫文士呢 文士也是很多 也是耶稣基督多次批评的 文士这个词呢 是希伯来文里面的 是他们自己称作为文士 马太说他们是文士 路加不叫文士 路加怎么说 说的是律法师 因为他是用外邦人的语言说的 他不是用希腊人的 不是用那个犹太人的口气讲 原来他们就具体讲 就是说 解释教老圣经的 这些人都是 很有水准的 受尊敬的 但是有一点 耶稣讲 耶稣讲他没有权柄 很多时候说耶稣讲话 不像文士 而耶稣讲话 有权柄 记得不记得 文士没有权柄 他是一个咬文嚼字的人 往往原来是立位人 他说 有没有好的 有以色拉 就是最著名的文士 就越里面讲 路加叫做律法师 他们 有时候用自己的方法解释 所以解释要注意 这些都是书呆子 很可惜 他们对耶稣不友善 他们和法利赛人 祭司 西律党 共同犹害耶稣 你看 这个他们很抱抱 这是教会建立以后 他们排在耶路撒冷那边 好 这是我讲的 他们犹太人 法利赛人 萨都盖人 人士 还有其他人物 刚才我讲到西律党人 西律党人 还有税吏 税吏 不是汉奸 不是汉奸 是游奸 所以他们 在犹太人眼中 他们是罪人 还有一类罪人 就是说 所谓的这些罪人 圣经本讲的罪人 是不守犹太宗教教条的人 他们都认为是罪人 那么西律党人 这是画的照片 孙律党人 这帮人是靠暴力 还有就是税吏 赚钱的 这是三类 好 这是一个犹太人的最后 就是公会 什么叫公会呢 公会就是说 一般有三类人 一类叫文士 一类叫祭司长 还有一类叫长老 其中有一个大祭司 是宗会 这是他们的权力机构 但是被罗马占领以后呢 他们这种权力机构 只是一个宗教的权力机构 他没有最后的裁判权 最后要到他的 他的这个巡护 在那边才有裁判权 换句话说 他们只有宗教裁判的权力 你知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一开始是犹太人的公会 给他定 说他是犹太人的神 但这个在罗马宗教 罗马法律中 并不是一个死罪 没有因为宗教原因定罪 但是犹太人给他扣个帽子 说他是宗教 他死是因为犯了政治罪 是政治犯 说他是犹太人的王 你变成王这就不得了 你这个王就等于要推翻罗马 是不是 所以的话 这个 这是他们宗教 文士 22个人 是祭司长 萨都干人 一般是作为祭司长 法利赛人 一般是做文士的 长老是一般 贵重工选出来的 24个 有一个大祭司 大祭司是有权的 这是公会 基本上是这个结构 好 这就是我先讲的 再一部分 我现在打开 第二部分 等一下 你要没看见 我再记一下 好 这个大家看完没有 我是这个 大家 我开始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 我就想讲一下 耶稣生平 耶稣生平 我准备讲得比较快 因为大家对耶稣生平比较熟悉 我的题目叫四重恩典的写照 讲耶稣的生平 我讲重点呢 我们看这个地图 我再引用这个地图 是吧 耶稣的出生 是在 罗马帝国的 奥古斯都这个地方 这个 这个年代 出生的 他是凯撒大帝的 他按照圣经中的预言 在伯利恒的 马槽中出生 这是当时我画的 这么一个状态 奥古斯都这个时代 出生了 这都不清楚 最后 当时在工会里面的 大西律王 我刚才讲的是历史了 大西律王 他想杀耶稣 最后他跑到 跑到埃及 所以你看这个地图呢 你可以看到 就是整个犹太 整个巴利斯斯坦全地 耶路撒冷呢 在这个位置 在他的中部地区 他的伯利恒在他的西南方 大概15公里的地方 开车过去已经40分钟 但是伯利恒现在归巴勒斯坦过来 耶路撒冷呢 一半一半 这是在伯利恒 很有意思 伯利恒这个小城吧 基督徒占75% 感谢主 这个地方 是巴勒斯坦境内 犹太地是靠南边 所以耶稣 从伯利恒这个地方 就讲到 把他知道 他要杀他的时候呢 大西律王要杀他 他们三家 就跑到埃及去了 是吧 当 之后 回定居在哪里呢 定居在 拿萨勒 所以我们叫拿萨勒人 因为他的家 就在拿萨勒 他是 为什么去 柏利恒呢 要去注册 上册 是不是啊 走到柏利恒 拿萨勒生产了 所以 他又回到 你看这个过程 回到加利利 这是一个整个历史上 这么一个过程 先到埃及 最后回到加利利 好 上下一个河 是不是 河的东边 东边 现在是叙利亚的地方 约旦河 是一条河 一条河从加利利 流到死海当中 到死海游泳很爽 你最多只能游 二十分钟 就受不了了 你躺在上面 这是能看书的 这是死海 很有意思 大家给你看一看 他的泥 泥巴 涂到身上以后 对皮肤都很好 姊妹们可以买一些化妆品 用死海的绿化酱 对身体痕 在死海 你看一看 我不是为了去那个去了 不是 加利利北边 最北边这个地方 黑门山 在这个地方 这边是西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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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克兰高地 在这个地方 最北边 黑门山 黑门山的甘露 大家知道吧 就是这个地方 盖撒利亚非利 所以当时的历史是这样的 是吧 加利利是归谁管 归小西律 你知道当时圣经记载 底拉多不想杀耶稣 把耶稣推给谁了 推给西瑞 西瑞当时的耶路撒冷 西瑞把他推给底拉多了 是吧 推开推去 因为他们两个人关系不好 很紧张 为这件事他们怎么样 成了朋友了 是吧 就是这两个人 好 再往下看 越南河 看到没有就是一条河 好 再往下看 当时犹太人呢 基本上是两个地方 就是加利利海 其实加利利海 就是马太教的 马太说句实在话 他不像路加见过世面 路加是到处搞 是个旅行家 他见过海 所以他管加利利海 叫加利利湖 他叫 加利利湖 说尼萨勒湖 湖 是不是 谁都不像海 加利利是一个湖 加利利那个地方是山清水秀 一个湖 它湖水占以色列整个国家的三分之一的水源都是从那来的 很漂亮 现在还是很漂亮 还有一部分住在 朱尼亚就是犹太附近 包括耶路撒冷人 南方的人都很尖酸刻薄 撒玛利亚就是一个被犹太人虐视的一个地方 中间的我们撒玛利亚 但是耶稣从那经过 很多人他们绕着走 他们认为是外邦人 刚才有一个姊妹问我说 他们把外邦人视为狗 视为不洁净者 有一段经文 说有撒玛利亚富人去看耶稣 耶稣说什么 这个渣子 这个什么 怎么样 要给狗吃呢 是不是 那个 那个意思 我们不再再解释 其实耶稣病人有时候看不起他 耶稣怎么这么刻薄 怎么还居然这么说 当时犹太人的传统 就是这个 回头再讲 这是一个过程 好 现在知道三马利亚在哪里了 是不是呢 所以 就是这样 耶路撒冷呢 是整个的中心 这个寿见 犹太人 从此以后 你可以自己独立行善 有这个机会了 所以 那个时候呢 原来是母亲管 后来就要归父亲管 我们去了 他专门讲到 父亲有责任 去管这个孩子 12岁以前 是个英行的时候 主要是母亲的 责任 所以当时 这个交接过程中 这两个人 夫妻两个人 也不知道归谁管 把耶稣搞丢了 你们谁带耶稣 最后 都搞丢了 就回去找 找了以后的马利亚人生气 你这孩子乱跑 是不是 耶稣说 岂不知道我要有一种 我父的事 的一念 这是那个时间 耶稣也是 行驻班的意 他们也去过节 所以耶稣也去 这是一个 一个过程 所以这过程 我就讲的话 耶稣出来以后 拆牌 出来以前 神仙派 施己约翰 做开禄香先锋 因为你知道 四百年没有先知 突然来这个先知 行悔改的理 整个引起轰动 因为大家就在盼着一个先知 突然来了 在约旦河受洗 他在旷野中生活 哎呀这是先知 所以当时引起了轰动 很多人来受洗 这是施洗约翰的过程 所以他来了 你看全犹太各地的人 都到约旦河 来受他的洗 耶稣也来了 你知道 你知道 当时他们来的时候 就是绕着走 到约旦河的东边 绕着圈 才到耶路撒 因为他不愿意 经过撒玛利亚 耶稣就经过那边 因为他们不愿意 到撒玛利亚那边 他们觉得那些人不纯 这是一个过程 耶稣也来接受 施洗约翰的洗礼 那么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结束接受洗礼 是不是也是要认罪悔改 他是要做什么呢 净住班的义 什么叫住班的义 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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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为什么这个形式 居然 圣灵仿佛鸽子 降在他的身上呢 净住班的义 就是说 我该做的事 我就是要做 所以我们在世界上 就说 还要净住班的义 耶稣讲的 做 我们要做 该做的事 你除了是一个 我请问大家 你是一个什么人呢 你是中国人 还是日本人 还是什么人 中国人 有时候觉得挺难啊 你说我在美国 在美国待久了 拿到美国公民了 中国跟美国打起仗了 你不支持谁啊 很麻烦 什么样的问题 对你们也是一样 是不是 找不着自己的问题 那么怎么办呢 耶稣化 敬住班的义 基本上有原则 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 自己的认同感 你不是中国人 也不是日本人 也不是美国人 你现在是基督人 你信了主以后 你的第一的认同 你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 这个要在你心目中 要立下这个观念 这是你的第一的认同 其次才是你的民族认同 昨天我跟那个姜弟兄 还有跟那个李凡奥 我们在一起 走路都说了 和日本曾经 曾在日和战争的时候 一个将军就是一个基督徒 甚至说在二战的时候 很多基督徒 他们聚会的时候 先拜天皇再拜耶稣 我觉得这个事情 就感到一个我们的认同感 我们敬住班的义 你是一个公民 你要纳税 你做的事情 该做的事还要做 至于说 支持谁 那是你们自己的事 但是有一点 你看 耶稣要敬住班的义 世界上的时候 你该要做 还要做好 这叫敬住班的义 你看 当时耶稣从加利利北边 加利利在加利利海的西南边 大概开车30公里的地方 加拿就在他们中间 加拿是婚宴的地方 是不是 在那个地方 所以他来敬住班的义 到受洗 然后开始受试探 在旷野 我们专门到这个地区 叫试探山 那个山名字叫试探山 传说耶稣基督在那说的试探很高很高 最后我跟大家 对这个解经有个问题 待会跟大家再分享 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请问大家 请问你们对圣经的熟悉程度 比撒旦清楚呢 还是差的 差 为什么 撒旦比你圣经还清楚吗 撒旦对圣经对神很清楚 撒旦对经文也很清楚 但是撒旦应募圣经的时候 出现一个问题 在马太福音第四章 大家要明白这个解经的时候 我给大家打开 我给大家看一段 大家可能听过这个道理 我给大家看一段 差个话 我觉得很重要 这个 当时第四章的时候 耶稣受试探 大家打开 打开福音第四章的第五节 我给大家念一下 谁我们念一下 好吗 第五节到第六节 好 这一段 这一段呢 魔鬼 带耶稣到了这个圣城堂上 说你跳下去没事 是吧 我吩咐你的事 拖着你 好像听有道理 请问 魔鬼引用的是哪一段经文 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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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eff 听 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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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因他要为你所吩咐的使者在一切使用 他们要你的手搓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你身上 请问这个撒旦引用的对不对? 对,不对啊 对吗? 对啊? 不对啊? 好,请问这两段有什么区别? 撒旦引用的时候露了一句话,这句话很重要 什么话? 在你行的一切路上保护你 好,露这句话你说撒旦是粗心漏掉的还是故意漏掉的? 故意 你在高速公路上去骑车会出现什么状态? 会被撞死 你在这个东京到千叶的这个高速公路上 你从桥上往下跳得怎么样? 摔死 为什么呢? 这是你该行的路吗? 不是 不是 在你所行的一切路上保护你 撒旦把这个删掉了 就是说你跳下来没事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 你看 撒旦很聪明 是吧? 耶稣明白咱这样做 所以这叫断章取义 所以我们写个名字 我管它叫撒旦式解经 撒旦式解经叫断章取义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你知道吗? 我们解经的话 要断章取义的话 会达成撒旦的效果 所以撒旦很厉害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撒旦 所以明白这个道理 撒旦是解经 所以上下门很重要 一个原则 上下门 好,我们接着看 圣 圣过魔鬼以后 耶稣就开始维持三年半的传道 下面问一个问题 耶稣有多少使徒? 12 你能背得上的名字吗? 对 哎呀,想起了 背起来挺难的 是不是不好记 不好记 不好记 那记录的是谁 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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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德 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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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门就是彼得 好的 差不多了 行了 我看大家的错差不多了 拿蛋液 是不是? 不是 不是 是 牛大 是不是 是 那几个牛大 达太 是不是 是 我看一下 马提亚 实际上 十二个 十二个 两个一组 都数齐了 是不是 十二 实际上有多少个 十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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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 我马提亚 加了一个 一颗 加了个马提亚 在石头星转里 马提亚 喝了一个宝萝 对不对 马提亚怎么出来的 摇签摇出来的 那么将来在上天,他们只有十二人,我到底是谁,现在十四个,逃掉一个游大圣,十三个,有一个肯定不是了,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东西,怎么信呢,我给大家想啊,首先,六个同名的,两个人同名的,西门,西门,一个是彼得的西门,一个是福利长的西门,一个心知口快,一个是满腔热血,一个在英国殉道,一个在罗马殉道的, 一个西比泰的儿子雅阁,还有另外一个雅阁,那个是摸摸吴文的,在埃及殉道的,叫雅勒菲的儿子雅阁,这是雅阁了,是不是啊,还有犹大,一个叫达泰,有人讲达泰,有人讲犹大,雅阁的人的犹大,一个是加略人犹大,是吧,在波斯殉道,这是大家可查的,那个犹大就遭遭遭了,西门,雅阁,犹大这几个了,六个了,是不是啊, 好,这这个很有意思啊,下面呢,两对兄弟,和双马双勇,双马就马太多马,啊,双马,马太,多马,要迪图马,一个多疑,一个,激了主以后,热心宣教,一个都被煮殉道了, 另外,彼得安德烈是兄弟,是不是啊,雅各利,约翰是兄弟,另外有一个叫飞利,缘分叫爱马者,还有一个叫拿蛋液,叫巴多罗买,这个词不一样,是吧,双马双勇,是吧,飞利跟拿蛋液的关系非常好, 为什么呢,他们在约翰福音他两个人遇到问题都不相商量了,表现他俩关系很好,所以叫双马双勇,啊,这个两对兄弟双马双勇,这个帮助你记啊,这个没关系,这个不是什么次要的,所以你看啊,十二个,彼得安德烈,约翰,约翰两个就雷子的,很凶的,是吧, 雷子是离耶稣称呼的,是吧,这十二个,巴多罗买,原来是多罗买的儿子,就是这个字,这十二个,是多,是不是啊,大家黑气一下,就可以了,好,放往下, 那么十二个人有一个耶稣所立的十二名宗主卖主的优大没有了,失去位分了,所以他们选了马双勇,主耶稣亲自找保罗了,到底是谁取代的优大? 在启示录里面,没有列名单,只说这有十二个使徒,到底是保罗呢,还是马提亚? 圣经没说,没说我们就不断不乱猜,是吧,这神的奥秘,所以我们有个原则叫什么呢,叫耀青,耀青这,我听那个画师蒙子讲的,他说,就是高庆灵子也来过没有? 他讲的,我就讲的,他说,圣经多说的我们也多说,圣经说的多的我们也多说,圣经说的少的我们也少说,圣经不说的我们也不说,我们不知道,只有到天国才能明白,这是其中一个暴秘,所以没必要争来争去,神学家有时候在分析半年, 他说是保罗,保罗是什么,保罗后来者居上了,整个使徒形状基本上就是为保罗写的,是不是? 保罗一出来,连彼得都退位了,所以使徒形状严格点就是保罗形状,对。 好,这个就是一个插曲,这个时间表呢,我是也是通过一个巫师给我介绍的,说非常好,就是这个讲整个这个,我看看的过程,你可以看一下, 从耶稣基督第一年到最后三年半的时间,受尽,叫加拿婚宴,尼格迪姆,门徒为人施洗,你看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到最后半年,整个有三个节期,愉悦节,祝藤节,修炼节,这个过程,还有地点,这有几个关键的地方,你看,所以你这么看下来呢,整个这三年半的时间, 第一年,耶稣,召十二个门徒,登山宝序,已经是在一年半以后了,第一年严格讲的话呢,这几卷福音书讲的不是很多,第一年的话一代二过,尤其是在对观福音当中,一开始就是在加利利,在加利利,是由马可福音,第二年, 一开始就是直接跳过第一年,就开始讲加利利的事,一开始在由待全力,还有在开始讲的是在马太福音讲的比较多,所以我可以看一下,第一年,你看啊,第一年的话是时间呢,你看这时间段,整个,我用马太,马可,陆迦,你看,他们的马太和陆迦, 他沿用了马可的时间的这种架构,一开始讲的很少,就讲的一个,耶稣受洗,完了受到魔鬼试探,一下就跳到,这个,第二年去了, 反而是约翰福音在第一年讲到,这个,呼召五个门徒,所以第一个呼召的是谁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安德烈,安德烈,安德烈是第一个,啊,完了,讲到加拿婚宴,一个比目,这都是在第一年的时候,到呼召七他门徒马太,这都是在后来了第二年, 安德烈,这是第二年的事,撒玛利亚夫人的比喻,这都是在第一年的时间, 但是,施洗约翰贝丘的是在第一年的,最后一段时间,是吧,第二年呢,这是,呼召马太是在第二年,到加利利了,加利利的时间是整个,你看看是马太,马可,陆迦,这三卷福音书,所讲的比较多的,你看没有,马太,马可,陆迦,讲很多很多神级,但是,约翰, 讲的比较少,啊,这是一个过程,大家可以看一看,其实就讲了两件事, 施洗约翰,差人去问,问耶稣,你到底是谁,那个是在第二年的第八个月左右,那有人估算,到他被杀的时候,是在第二年的最后,才被杀, 被监禁了一年的时间,约翰才被杀,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过程,所以的话,这就是, 那个,那个,立十二使徒,一年半以后了,所以耶稣传道有一个过程, 这个,第三年呢,有很多神级了,也有很多了,遗致啊,最后讲了很多道理啊,大家看个第三年, 真正约翰讲的,一般是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就是红的这个字节,后来是讲的, 论火水江河,你知道,过修电节,讲好牧人,都是他在第三年讲的,你看,所以说, 马太,马可,路加,他们沿用的这个框架,基本上都是同,都是相同的,约翰跟他们不一样,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可以把这个留下来,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 你可以,有这么一个时间,最后半年,这个关键的,最后半年,大家都写的很多, 最后半年,马太,马可,路加,路加写的比较多,约翰,到最后,骑驱进城, 一直到,在科西马尼园,到论圣餐,设立圣餐,最后, 背叮十字架,复活,这段讲的非常非常多,这是四卷福音书的重点, 都在这个地方,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迹, 就是拉萨路复活,只有约翰讲,别的福音书都没有讲, 所以你可以看一看,这过程中,有很多关键的地方, 各个讲的不一样,都有道理的,这最后半年, 是这么一个过程, 好,这个就是你的对比了,大家看看, 实际上这几点福音书,大家讲比较关键的, 就是最后,开始讲的一代二过,第一年基本上一代二过, 第二年,开始讲的多一些,第三年越来越多, 主要重点,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在讲一人福提多, 受死前的一个礼拜,重点讲他的受死, 所以大家看看这个过程当中, 最后一周,你看这粉红色的,最后一周, 这是整个讲三分之一的篇幅, 使基督集中在这个地方, 其中一个关键的地方,马太,马可,路加,都在, 有个三角形啊,绿色的三角形, 这个是他的转折点,在哪儿,在该撒利亚,菲律比, 在那儿,彼得在那儿,证耶稣为基督, 这是耶稣基督传道的一个转折点, 一会跟大家再详细分享,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 好,我这个就不多讲了, 因为时间关系呢, 耶稣的表达的预法呢, 我们用中文不能乱套,是吧, 有时候讲耶稣不太近人情啊, 什么这个有人讲说耶稣没有人情, 实际上意思完全不一样, 耶稣使用很多格言, 耶稣用的话, 跟我们中文的这种不太一样, 亚兰文里没有爱的最高级, 他讲的恨是神, 说爱的比较少, 所以的话这是一个区别, 在整个讲的话, 不是说不应该爱父母妻子而已, 而是说信了耶稣以后, 我更爱我的妻子而已, 弟兄姊妹, 更爱惜自己的性命, 但是最爱的是神, 明白我的意思吗, 原来是说在并不是恨, 也爱我的父母, 也爱我的妻子, 但是有点不冷不热的那种爱, 现在我是更爱, 但是最爱的是神, 明白我的意思吗, 整个体制不是说瞎讲, 所以这就比较好理解了, 是不是, 好, 再往下, 耶稣用比喻, 这是最棒的地方, 耶稣精通用比喻, 这个比喻很厉害, 天国好像怎么样, 天国好像怎么样, 是不是, 比喻使大家能够明白, 而且比喻还有个特点, 比喻可以区分他的听误, 因为有的讲的比喻啊, 有人听懂了, 有人怎么样, 听不懂, 所以的话, 听不懂的话, 就听不懂了, 耶稣知道这些人就不行, 听得懂的人, 他知道这些人要跟着我, 耶稣比喻要了解了, 而且区分很多人, 就和大家再详细分享, 怎么来读耶稣的比喻呢, 我时间关系, 我不这么讲很多了, 因为我想坐飞机嘛, 是不是, 要坐飞机是不是, 所以我想你们的, 刚才, 我刚才说, 叫消毒查经, 网络消毒查经, 网络消毒查经的时候, 去问冯师母, 去问那个, 这个积淀弟兄去, 我都不讲话, 积淀弟兄, 我们两个人经常, 在一起探讨一些东西, 所以, 他把他东西推给我, 我把他东西推给他, 就是这样的, 所以, 你们去找他去, 说起来, 好, 耶稣的听众, 有人觉得是天国神国, 是好的, 是宝贝, 有人觉得是宝密, 所以, 耶稣, 从凑热闹的人当中, 分辨哪些, 是可慕, 聆听真理的人, 比如说, 我心里想一件事, 我刚进主的时候, 我说, 哎呀, 这福音这么好, 大家都应该信, 我说我信了, 我都信了, 我这是很难过的人, 我当时讲, 我从第一次听到福音, 到我信主, 经过了十一年的时间, 现在美机会, 跟大家做见证了, 我经常到特地做见证, 当时, 我出现一个朋友过, 我说, 这么好的消息, 因为我曾经以前断言, 我说, 让我信主可以, 不是不可以, 可能天下的人都信了, 我一定会信他, 结果天下的人没都信, 我也就信了, 结果我信了, 我都信了, 为什么那么多人好消息, 大家不信呢, 好了, 一个牧师给我讲一方, 我是这么好的消息, 这么少的人信, 我们那个华人很多了, 当地有好几万华人, 真正去教会的人, 就是不到一千人, 我说这么好的消息, 我们变成了少数派人, 我们被人群中孤立开了, 我们的信仰还遭人笑话, 你怎么信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周围的人大多数不信, 你有没有孤独感, 我跟他们没有办法, 我们的价值观变了, 信主以后, 你的价值观会去点一点变化, 圣经讲说, 心意更新而变化, 是不是, 慢慢就会变, 变了以后你发现, 不一样, 不一样觉得, 好像有点, 不合群的感觉, 怎么办, 用牧师给我讲的话说, 你知道, 在华人清脱, 我们永远是少数, 日本, 永远是少数, 因为天国的团是什么, 找到的人少, 我都想着, 我说, 这样的话, 我心里有点安倍, 这是好事情, 可另外一条件, 我说, 这也没什么不好啊, 当少数派有什么不好啊, 为什么感到孤独啊, 请问中国有13亿人, 真正的出和留学就有多少, 你们这些人到日本来的, 跟我们到美国去的, 在中国人口当中, 百分之零点零零几, 你没有觉得孤独吗, 那你为什么还要来美国, 还来日本, 神拣选, 我们感恩, 同样一个, 很多人想进这门, 窄门, 很多人凑热闹, 耶稣就从这些热闹人当中, 分辨出少数的这些人, 来跟随他, 所以天国的奥秘, 只剩下那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知道, 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 没有必要为这事在担忧, 请问你还觉得孤独吗, 才会有孤独, 所以耶稣说了, 好, 你们要孤独可以, 所以耶稣说了, 我们一个命令叫什么, 你们不可停止, 聚会, 其中一个原因, 这个世界是邪恶的, 只有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才能感到圣灵和我们同在, 耶稣说, 只要你们有几个人, 两三个人在一起, 我就与你们同在, 是不是, 那时候你还孤独吗, 不孤独, 所以我们要, 在孤独中, 找到我们的信仰的同伴, 彼此相爱, 因为这个世界, 是敌基督的, 请问你还孤独吗, 还孤独吗, 耶稣就找出这些事, 是不是, 分别为圣的人, 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 用那个重价买来的, 原来我们说福音是无价的, 谁得, 是免费的, 谁都可以得到, 还没有发现不是免费的, 是重价买来的, 但是我们没有付这个价, 耶稣为我付了这个代价, 重价买来的, 实在是, 结果我昨天, 他们在我跑了很多地方, 在太平边上, 他们很爱我, 很喜欢我, 我说我也不认识江地亚, 不认识陈子妹, 他来了以后, 对我那么好, 我知道因为他们爱耶稣, 所以爱我, 所以我所在的一切都是免费的, 我一分钱没有花, 但是我知道, 我所去的温泉, 我所住的榻榻米, 都是他们花钱为我买的, 他们付的代价, 耶稣为我付的是重价, 我们想到这个耶稣付读恩典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 心里无动无中, 这是耶稣的感觉, 好, 耶稣的比喻我不讲了, 很多比喻, 这个讲了很多了, 以后跟大家讲, 有什么不义的管家, 刚才的紫妹问我, 怎么耶稣夸这个不义的管家, 还骗人呢, 难道他不忠实耶稣夸的吗, 好, 这个地方我们要明白, 讲比喻的时候要明白, 比喻是为了排成真理, 不是比喻不是真理, 不要计较比喻的细微末节, 否则你会搞乱的, 诸家福音十六章讲的这个不义的管家, 到底怎么回事, 读过这段吗, 读过, 读过, 怎么回事啊, 耶稣就说这个这个关主人要把它开除, 他说我这什么也不会干, 我这开除我吃什么呀, 他想着主意, 把这些欠钱都免了, 找来以后免他妈的债, 这么胡来吗, 这怎么能这样呢, 我不懂啊, 耶稣说, 说什么, 那两句话怎么说来着, 那是后来前面还有一句话, 更加聪明, 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 我们先不讲什么叫光明之子, 耶稣夸他的不是说他的不忠实, 夸的是这人聪明, 聪明可以用在坏道上, 是不是, 这个我们不多讲很多, 如果你搞不清楚的话, 耶稣怎么能说这种话呢, 那我也可以不忠实了, 这不是耶稣的原意, 我们今天没时间讲太多, 一会儿到最后跟大家再解释这个, 再讨论, 好不好, 现在时间关系, 好, 传道的转折点, 这是我们先要讲的, 是吧, 耶稣在等一件事情, 是吧, 在约旦河北边这个地区, 在加利利, 你看, 犹太, 撒玛利亚, 加利利, 加利利那个地方, 是当时大家, 和平安居乐业的地方, 那个地方到现在也是, 绿树匆匆, 真是非常, 我们印象中是, 整个以色列都是沙漠地带, 很干旱, 那是指的犹太地, 耶路撒冷的地区, 确实很干旱, 撒玛利亚也是一样, 那么, 但是加利利那个地方, 这是山清水秀, 真是好地方, 所以当地的人生活很悠闲, 而且关系很好, 大家非常非常友善, 耶稣在那个地方, 总的地方大家很喜欢他, 唯一不喜欢他的是谁呢, 是他家乡的人, 要把他推到悬崖下面去, 他一般那个地方都挺好的, 他在那个地方, 但是突然他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呢, 带到这个, 该撒利亚菲律比这个地方, 该撒利亚菲律比, 这个名字很长, 因为这个地区啊, 当时是哪呢, 是在, 我给大家来指一下, 在这个地方, 在当时的, 现在的, 区利亚和菲律亚交界的地方, 所以我们到这的时候, 我们的车上导游说, 这个地方不太安全, 因为在我这边就是那个, 伊斯兰国, 就是打荡那个地方, 但是我们在这还好, 这有一条河, 就是游战河, 从这儿游到, 从黑门山这儿, 游到, 水, 真是很漂亮的水, 游到, 加密于, 从这儿, 过去大概10公里, 这个地方, 山清守秀, 也是严重的, 所以, 那个地方都出邪灵的地方, 自古以来, 很多邪灵全在那个地方, 所以, 该, 就是该撒利亚, 当时的那个, 是当时的那个凯撒, 在那儿, 给他自己设了个, 设了一个坎, 菲利比, 是当时的他们那个, 就是他们的那个, 大祭司在那儿, 也搞了一个, 一个神坎, 放在那个地方, 所以, 那个地方是一个, 异端所在的地方, 所以, 耶稣跟门徒对话, 就要开始了, 说, 大家说, 众人说, 我是谁, 后来又说, 你们说我是谁, 在这个地方, 从那儿就开始了, 因为这个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 在彼得, 得到神的启示, 说, 你是基督, 是有生神的儿子, 就是, 所有的男人当中, 彼得是一个, 认耶稣是基督的, 是不是, 请问, 在所有的女人当中, 但是耶稣在这个地方, 真正认他是有生神的儿子, 这是个理论, 好, 请问, 所有的女人当中, 谁是第一个, 认耶稣是基督的, 她说了, 妈妈, 妈妈, 马里亚妈, 妈妈, 是谁啊, 妈妈, 还有意思啊, 哎, 唱,快了快了, 你说的很靠近, 我们大家, 是谁啊 可能想不出来是马大 你是基督永社神的儿子 马大除了做饭做的好 他是一个认耶稣是基督的 你搜一下 在他的弟弟拉撒路死的时候 他说你是基督的 大家不要把马大说 你看马大光柱的干事不知道是 不像马利亚得上好的福分 其实马大真是第一个认耶稣是基督的 比如说我们夸一些姊妹 你看你说真是马大心机事奉 我们很多姊妹在教会里做饭什么的很辛苦 是不是 你夸他是马大的时候大家不要忘了 他是第一个认耶稣是基督的 是不是 就马大好不好 耶稣头来就是说马大不好 需要马大对啊很好啊 好大家明白 这个地方讲彼得 这是我自己照的这个照片 你看这个山洞里 旁边有个佛刊 这是黑门山 约旦河的水是黑门山的雪林 这个浓化里头流下来的 在这个地区 所以你看 他这很多神堪 在神堪 耶稣就站在这个地方 神经师跟我们讲说 耶稣说 你们说我是谁 他指的这个地方 你们说我是谁 就有这个背景 你就知道 耶稣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 问大家 你看这个神堪 看得见 神堪 那么 看得像黑帮老大 是不是 你看这个水 你看水 这水漂亮吗 很美的这个水啊 真是 这水非常非常美 所以 耶稣在这个地方就讲的那句话 是我们信仰的核心 所有的这个大家都明白 十字架 我要钉十字架 所以从那开始 耶稣知道上帝的启示来了 通过彼得告诉他 闻徒已经知道我是谁了 我可以放心的去 我等了几年时间 现在终于 大家知道我是谁了 所以要跟闻徒们讲 以前从来不讲的 以前到什么地方去做 不要讲 不要讲 是不是 比如说耶稣 怕犹太人陷害他的低调 其实耶稣一点也不低调 主经纪要注意这个 他不是低调 耶稣因为知道 师父没有到 众人 把耶稣当成一个好医生 当成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赶鬼的什么 当大家都看着这个来 跟随耶稣 就是耶稣的最本 耶稣有饭吃 跟耶稣的人 吃饼得饱 耶稣反复强调这个 但是很可惜 弟兄姊妹 我们很多人跟耶稣 是为了吃饼得饱 你只要信了耶稣 你就会得到祝福 我们的祷告 十次祷告 有八次是为了自己祷告 不忘了耶稣讲的话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 和他的义 其他的一切都加添给你们 弟兄姊妹 这个是耶稣基督信仰的核心 就是我们的信仰要付代价 明天我会在教会里 还要分享这段精神 信仰的核心 耶稣开始讲什么 第一个 你是彼得 第一个提出一个 我要建立教会了 第一次讲到教会 只有在他信的人中间 可以建立教会 而且建立教会 要背十字架 所以彼得开始又乱讲了 是不是 就撒但退后去吧 耶稣讲的话 这是我们的中心 十字架 是我们信仰的核心 请问弟兄姊妹这里面 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讲到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 若有人要跟随我 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 这里面讲的几个十字架 耶稣讲到 实际上讲到 两种不同的十字架 是不是 第一个十字架是谁的 耶稣自己的十字架 第二个谁的十字架 我们的十字架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十字架 请问背十字架累不累 跟随耶稣很累 是不是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老电影 是叫旧社会 当时在上海有个码头 叫黄埔江有什么 叫十六铺码头 有上海来的吗 十六铺码头在什么地方 是个客运码头 呼吁码头 当时很多解放前没有机械 都是靠人扛 他那种船和岸之间 搭一个这么窄的一个木板 扛着一二百斤重的麻包 翻着腰 喊着耗子 嘿呦嘿呦 不小心就掉下去了 有时候我在想 我们跟随耶稣 难道就跟这些码头工人一样 一天累得持不起腰来 睡不着觉 弄不好就失足了 这么难 这么苦 我们还跟不跟你走 我们每一个人是这样吗 这是背十字架吗 十字架是不是苦啊 是不是负担啊 这个问题很大 什么叫十字架 我讲三分钟 因为这个本来我不想讲这个 但是有一个问题在什么呢 耶稣基督讲到十字架 跟从我 怎么说呢 二十五节解释 因为烦掉救自己生命的 必要舍掉生命 为我丧掉生命 必要得到生命 讲到这个生命 一个叫舍掉 一个叫丧掉 要得到有点像绕口令一样 是不是 到底什么意思 这里面讲的两个不同的生命 严格点是这个交换的概念 是不是 你要想得到新的生命 要得到你的老生命 我那次回国的时候 我发现我用了一个旧手机 透的不得了了 我想买个新手机 突然发现有一个人推着三轮平板车 推着三轮平板车 一个牌子行的 旧手机换新手机 哎呦我这不错啊 有人要我的旧手机了 我就给它换 好了 我说我这个旧手机要不要 所以一看你多少多少钱 我给你个新手机 我一看不错 好定了 我就把旧手机给他了 想换他的新手机 他马上想一想都对 我这旧手机里有好多 我的信息全在那上面 我想留着 我能不能这样 这两个我都要 你这个旧手机多少钱 我给你钱就行了 他说不行 你要想要新手机 你必须把你旧手机给我 因为他要靠旧手机赚钱 我说能不能我都要 他说不行 你只能要一个 要不你别换 所以我忍痛 把旧手机给他了 拿到新手机 我心里疼了很长时间 因为我很喜欢我的旧手机 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 我们的新生命跟你手机不一样 你要想得到新生命 必须把旧生命丢掉 这个叫十字架 这个很难 所以你跟随耶稣的人 首先有一个世界观的变化 十字架最重要的是要付代价 把你的旧生命给出去 你的价值观要转变 这不是一个简单 背十字架背着自己的罪 不是这个意思 有人讲 哎呀 昨天我上次看到一个姊妹 我去到那里做辅导 她说哎呀我老公 就是我的十字架 我为什么说你结婚的时候 怎么说你没有结婚照 他给我看了结婚吧很美的 我说你结婚的时候 你说他是你十字架吗 都不是我当时我挺爱他的 现在就是我十字架 你有准备 爱居然变成了十字架 他搞错了 十字架 是跟我们信仰有关的东西 你不能说你这个 有人还有人说哎 我十字架是我的工作 老板成年让我加班 十字架是跟你信仰有关的 你不能把你的爱变成十字架 不是这样的啊 十字架明白 是跟信仰有关的东西 保罗讲以前我认为都是有 有益的 现在都是有损的 就是这样的 十字架概念 对不对 但是讲的不是说你吃饭 以前我爱吃扇鱼 现在我还爱吃扇鱼 是不是 种的扇鱼挺好吃 我以前爱喝咖啡 现在还爱喝咖啡 这个我讲的不是这个 我讲是跟信仰有关的东西 所以不这么讲很多 所以这就是一个十字架 要明白十字架 因为有了十字架 我们才能有走这条路 它是我们信仰的动力 所以我们的人不是背着麻包 而是十字架给我们动力 是我们的汽车 我们可以有十字架 才能走这条路 今天不讲很多 好 这是第二部分 下面呢 还有两个半钟头 我现在要讲 这是讲到耶稣基督的这个过程 给大家讲一下 第三部分 四福医生的单论 我想到这一边呢 我想基本上可以飞得慢一点了 请问大家有问题 这么讲累不累啊? 不累 不累啊? 能听懂吗? 能 是不是太慢了点? 哈哈哈 再快不行了 那好 这是耶稣的生平啊 这是不同角度的亮光 我讲的是 四福音书单论 一卷一卷 我们看一下有什么内容 请问我们的担当是哪一位? 您是担当是吧 您是担当是吧 你要休息就告我一下 需要休息就告我一下 需要休息就告我一下 我们今天结束了 五点 好 这是讲不同角度的亮光 四点福音书 首先马太福音 好 这个我想比较快乐 马太福音 他叫立位 是吧? 好 马太呢 我刚才其实跟大家讲到了 这个 马太福音 这个 作者是马太 他所写的福音书 因为这里面很清楚 马太说的自己 叫马太 税吏马太 所以的话 你看 马太 丝毫不隐藏 自己罪人的身份 但是耶稣的福音 就临在他的身上 他坐在税关上 马太不是耶稣基督 是在第二年的中间 是在第二年的中间 拣选的这么一个轮头 你看 来跟从我 你来跟从我 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 是吧 马太福音的 记载方式呢 是用交替记载的 马太这个人很会写东西 他把耶稣基督的 这是我在设想 可以设想一下 当时很多解经家研究了以后说 马可先写成以后 马太看到了这篇书 他想 哎呀 这写得好 这跟我经历的很像 所以把马可福音 研究了一下 他想说我要写 把我东西加进去 他有一个负担 说 我要把这话 写给我的同胞 他就把马可福音的内容 加上他自己的 听到的所见所闻 他有第一手材料 把它整理出 五篇内容 分明别类 所以他很有系统性 他知道怎么管钱 他也知道怎么管理材料 所以他把整个过程中 交替耶稣基督的言行 交替记载 交替了几次呢 交替了五次 是吧 言传 身教并行 就是说 他讲完 一段 一段教导以后 就开始行神级 受到反抗 又这样做 连着 我们叫三明治 是吧 三明治是五层三明治 这五层三明治 再加上开头的 耶稣基督的家谱 再加上最后的 上十字架 这就是马太夫音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你想想马太夫音 并不很浓 而且有个特点 他引用旧约的 经文最多 有人说 有九十多次 有的是说 有一百多数 间接的 有九十算数 他会九十一次 说这个数字 比较多一点 另外 他讲到 一个词 用的天国 它的主题 就是天国 而且这个天国呢 不是说死立不上天堂 这个意思 文武老师 我们死立不上天堂 马太讲的这个天国 是今天 就是在天国 身首可及 身在其中 不是死立不上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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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才叫天国 而且 讲到教会 这是四卷福音书 唯一讲到教会的 这么一卷福音书 其他人没有讲到 就是他讲到教会 讲到两个地方 讲到教会 哪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在马太福音十九章 后来还在十九章是哪一章 又讲到教会 就教会的讲到这个 教会的一些规则 治理的规则 讲了很多 所以的话 他想扭转 犹太人 对天国的理解 说 你们等的这个米赛亚 已经来了 来了 我们就是在天国当中 你们不要再等这个米赛亚了 这是马太 传达的信息 是吧 那么 门徒 这讲了很多 所以的话 他是为了 写给谁呢 我刚才讲到 写给犹太人 今天来讲的话 他是要写给我们 效法基督的人写的 这是他的主题 所以的话 这个时候 讲得非常清楚的一件事 所以有人说这个 马太是门徒训练手术 马太适合基督徒 来阅读的书 里面讲的天国的道理 尤其我们著名的登山宝训 是不是 最著名的讲道 登山宝训 从第五章开始 到第七章的最后一节 叫登山宝训 这个地方非常好的一段 所以我现在讲明白了 我们讲的读经的三个原则 第一个 作者谁写的 写的动机是什么 马太的动机 是写给犹太人 让大家明白 天国 跟原来概念不一样 天国现在信的耶稣就有 我们的弥赛亚今天已经来了 给犹太人讲的很清楚 为什么呢 他犹太味十足 他讲的很清楚 所以我听过一个牧师 哪一位牧师 大卫包森讲的 他说他去传福音 给一个犹太人 把这个家谱念完了 给犹太人信主了 因为他知道 他知道 弥赛亚一读下来 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是不是 所以 这很有意思 其实这个 大卫包森讲的一个 说 这四卷福音书 写的这个起头都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耶稣的家谱 这四卷福音书 哪些福音书 讲的耶稣的家谱 马太和谁 那马可怎么不写啊 那约翰也没写 所以弟兄姊妹 有时候我们讲 写的我们明白 不写的有不写的道理 有不写的原因 为什么不写呢 马可不写的原因 跟约翰不写的原因不一样 为什么 而且写的也不一样 这两个 这两个家谱一样吗 这大家比较明白 是不是 为什么呢 一个马太想说的主题有关系 说 耶稣 你们这些犹太人 我的同胞 可爱的同胞 你跟我一样 我是瑟利 你们也是犹太人 是不是 耶稣也是犹太人 犹太人 祖先是谁 亚伯拉罕 所以他从这个地方写 亚伯拉罕 多少代 十四十四十四 注意啊 这个地方讲 谁生谁生谁 这意思 有人就是不对头啊 这历史就这么短吗 现在还有大力保护兄材的争论 到底是地球有 人类历史难 就这么几千年吗 就四十二代吗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个人理解 有好多种解释了 有人说谁生谁的意思 是谁谁的后一的意思 就集中解释 我今天不准备讲很多 但是我就想讲一件事 马太从亚伯拉罕开始写 就是表明 犹太耶稣是君王 他具有我们的身份 所以他有君王的身份 这有犹太人一信 你看就受洗了 我们几个礼拜 就几天以前 在美国的北卡 参加一个姊妹的暗幕仪式 很有意思啊 在美南晋信会 是一个很保守的一个 一个基督教里面的一个教派 叫晋信会 他们从来不暗幕仪式 说姊妹也不许讲道 他们是保罗讲的 不许子妹讲道 他严格守这个 实际上冯牧师的正道讲的话 不是这样的 保罗讲的话 今天不准备讲很多了 但是暗幕的时候 他们讲我们教会 一般 这个女牧师 给我讲的 叫张牧师 暗幕神 你知道 晋信会说 此外讲道只有两个条件 一个 他 有神迹在他身上 第二个他很快就要见主的人 这个有点就是身体有病的人 这是一般来讲很难 但是他 暗幕了 暗幕以后 他就讲 他们那个教会的一个牧师 是犹太人 很好的一个 他这美人 那是犹太人的背景 犹太人很多基督徒 现在 最后讲 以起书中讲 犹太人最后要得救的 十二个支派都会成全的 所以 所以这里面讲的一个犹太人的重点 是吧 就是要强调他们 这里面的一个天国 所以说 我们的 这个耶稣就是 具有这个身份 所以他是君王 不要再等了 是吧 所以说 另外一个 他是写给 你看他在最后写给的时候 说 你们要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所以 马太非常有 这种传福音的负担 他不但是犹太人 他要把这福音传到外面 所以他写这个很明显的 有两个意见 有两个意思 不但写给当地的犹太人 而且 写给我们今天的人 所以 禁天国要付代价 这是一个重点 时间呢 大概七十到八十年 我刚才跟大家讲了 就是说 有人推乱的 因为这拉比族群呢 他多次讲到 拉比拉比拉比 讲了很多 因为拉比这个 族群的势必在 公元七十年以后呢 在地位上很特殊 所以有人说 马太福音是在七十年的八十年之间 是吧 写作地点就是在巴勒斯坦 就去列一下这一段 是吧 所以的话 在当时这个拉比族群抵挡很厉害 所以他多次提到拉比这个族群 所以大家推断 这是时间上大概是在这一段时间写的 耶稣基督死后三十到四十年的时候 写的这个福音书 这是大家普遍这么看 那么 其实历史上讲 有很长一段时间 一直到公元十七十八世纪 大家都认为 马太福音是第一卷写的福音书 十八十几后 圣经批判学讲说 看了一些证据 大家很难接受一个概念 就是 如果是马太先写的话 哪可抄马太的 或者参考马太的 把很多重要的东西漏掉 说过去 通过种种角度 大家分析 马可是第一卷写的 所以大家参考马太 参考马可的可能性 非常非常大 但是 马有道博士 正好这边相反 那这个不重要 但是讲的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他习惯用的 启动特点就是 跟老讲 耶稣言传身教 讲完话以后 就开始做事 讲完话以后 开始做事 你知道 你知道 耶稣讲的时候 大家还听 一做事 麻烦就来了 尤其是老呆 他经常在 安息日做事 是不是 自己开始受到反对了 完了又开始讲 你 讲完到做事 受反对 讲完到做事 受反对 越反对越来越厉害 越往南走 反对越多 到了耶路撒冷的地方 纯粹是敌基督的势力 在那个地方最强 所以他死在那个地方 没有死在加利利 加利利相对来讲 哪个传道人呢 当然你说这十二个文族 中有十一个都是加利利人 都是北方人 只有一个 是南方人 就是谁啊 就是这个犹大 犹大是南方的人 所以这个有人讲说 真正是 定死耶稣基督的 不都是犹太人 是犹太人的南方人 太不公平了 我是加利利长大 我爱戴耶稣 他受了很多爱戴 这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所以你看 讲完这话 对吧 所以的话 他使用主题安排 他记账记得好 对不对 将马可福音 简短记载 一段一段切下来以后 整理成耶稣讲道集 所以这不一定是按时间顺劲 看 一个是讲五个主题啊 五篇讲道 一个是天国的伦理 天国的使命 天国的比喻 天国的纪律 和天国的未来 这五个主题 是马太福音的宗旨 我们一点一点来分析一下 好吧 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事 我们讲完这个 可以休息了啊 你看他里面讲到很多这个 他的整理出来以后呢 除了讲家谱以外 你知道马太是一个典型的犹太人 他的男性这种 这种 大男人主义的事 有点影响 所以他采访耶稣 他怎么知道耶稣的家谱呢 谁告诉他呢 他原来不认识耶稣 他从哪听到的 大家说 他是从约 约瑟那听到的 是耶稣的父亲那听到的 这是很清楚 他都讲了一个男性的一个家谱 从亚伯拉罕下来下来 是约瑟告诉他 你看我 我用我的家谱 所以他的犹太味很浓很浓 路加不是 路加是采访谁啊 采访玛利亚 这个医生非常耐心 我不知道你们经常看医生 你医生好不好 你找一个非常好的医生 对你很可爱可亲 玛利亚把他心中的话 都吐给这位医生了 玛利亚没跟别人讲过 圣经里讲玛利亚把这事记到心里 是吧 但是 马太 好像是 不是从这个角度 他是从 男性的角度 犹太人也是个男人的社会 是不是啊 他是男性为主的社会 所以的话 他讲的很多 医治啊 讲道啊 都有一个成果成果 他组合得很好 放到十三章里讲 把比喻放到十三章里边 法利塞人的七个货 放到二十三章里面 对吧 可是路加不是这样 你看 讲到福 八福是什么地方讲的 八福是在登山宝训里讲的 是不是啊 就讲福 没有讲货 把货放到二十三章里讲 但是路加讲的时候 福 货 对照讲的 对吧 这讲法不一样 所以你看 这两个人 不一定都算时间 概念 这五篇讲道是中心 你看 三个一致放到第八节 三个试探 这个也放到第四节 所以家谱是第一 是吧 摩西律法摩西五经 和耶稣五训 放到一起 是吧 他有些一些独特的一些记带 我给大家回答一下 约瑟的梦 请问这个事别的地方没讲 马可没有讲 我再顺便讲 马可为什么没有记载耶稣的 生平呢 请问马可写这句话 跟你说从哪听来的 可能彼得听来的 很可能彼得 彼得 彼得其实 当时根本不认识耶稣 彼得是在 有人推算 是在 约旦河那个地方受洗那个时候 施洗约翰把耶稣介绍给了 彼得 或者彼得介绍给耶稣 后来 以后才呼召的彼得 所以彼得根本不了解 耶稣的生平 所以他就没写 而且彼得可能也不关心 他可能听说了 可能他不关心 他所关心的是什么 耶稣所做的事 待会跟大家讲 他里面一个关键词 即刻马上 这是彼得的特点 他没有记载 是吧 这个 约翰也没有 约翰没有的原因在哪里 一会跟大家再分享 好吧 这约翰所关心的是耶稣的本职 耶稣是神子 他没有讲 道成入世的过程 你看 他讲的这个博士朝拜 请问 我再问大家一个常识 朝拜耶稣有几个博士 三个 哪里讲的三个 你查的圣经也没有三个 什么地方讲的三个了 怎么大家有一首歌 说共传三博士 对不对 这是歌 请问 问题是哪 大家搞谱了 有几种礼物啊 三种 三种礼物 什么黄金乳香 弱药 是不是 大家一个人拿一个 是最正常的了 这三博士 圣经从来也没讲三博士 博士朝拜 这个不是三博士 鸡叫三变 鸡从来没有说鸡叫三变 鸡从来没有说鸡叫三变 他三次不认主是真的 但是不是鸡叫三变 鸡叫鸡叫两变一些 鸡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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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鸡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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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多数的神级,这个是很有意思,这是马太福音独特的记载,是这些,很有意思,是不是啊,你看看,这个是他独特的特点,别的地方没讲到,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一个概念啊,有的地方没讲到,不等于说这个门徒就故意把它隐藏,我举个例子,今天我在车里,后来这个,陈玉姊妹,我们早晨吃的什么,我早晨我吃的, 哎呀,那个店很好吃,我吃的有那个,豆腐,有那个鱼丸,不是,不是,豆腐,还有几个菜特好,好,那不错,说你吃不吃的鱼丸,我说我吃了,我没有说鱼丸,不等于说我没吃这个鱼丸,我只是我没有说出来的人,我是讲我最喜欢的,同样一个,没说的不等于说,它就没有发生过,所以你看还有,鱼口得,睡, 鱼丸,这十七章里讲的,独特的这个特点,好,独特的比喻啊,这也是很特点的,麦子和败子的比喻,就是你们,你们,牧者不要老想去拔败子, 因为现在很多异端很多,忙着去,去找大家去,怎么怎么样,你败子长就它长,到最后都会分别开的,我们只要造就我们就行了,不要花太多的精力,去拔败子,讲了很多,重价,重价的珠子,宝藏,在海里撒网, 不饶恕的仆人,托道源的工人,两个儿子,两个儿子这个呢,其实在,这两儿子怎么回事,还记得吗,他不是那个,浪子,那个,不是那个,浪子是在路加讲的, 一个说,我让你干事,他说我不去,他又说你要去,我去,去的那个没去,说去的没去,不说不去的人去了,哎,这是两个,两个儿子,哪个好啊,去的,去的那个好了,是不是,是,但是我们要知道,这里不是说你教导,口是心非,不是这个意思,要了解耶稣的比喻,要了解他真,真意, 他说的话,我们行动比讲出来的更重要,这个意思,是不是,好,这剩下,剩下我就,同语啊,按财阁分银子,这个很多很多,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他的特点,这些和马太要讲的主题有直接的关系,你知道,在座有没有上中学,上大学语文非常好的人,啊,首先问,在座有没有作家的, 你不在家里做的啊,有没有文采很好的,写博客的,是吧,你是个写手吗,写手,你写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先找主题啊,你写东西的时候先找主题,对不对,所以写东西先找主题, 所以我们读东西的时候该怎么样呢,大家学过,像中学语文课的时候,老师先叫什么,找中心思想,是不是,还会会找, 我忘了,读经的时候,这个不一样,其实你要找他的主题很重要, 一段经过,一定有他的主题,主题只有一个,马太奉拟主题就是天国,啊,这个一切都是用天国的比喻,天国好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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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爱这撒亡,天国好像,天国好像,都是这样,它独特的,啊,好,五篇讲道,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可以休息一下,好不好,累不累啊? 这就不困了吧 马太把耶稣的生平教导归成五个主题 叫五篇讲道 一个叫登山宝训 你知道我这次来之前 我专门请教了黄子佳牧师 谁还记得 我认识黄子佳吗 我现在记得他那个教会 他是我们的牧师 我很感恩黄子佳牧师 到我们日本来过 多年前就来过 他今年74岁了 黄子佳牧师在华神当神圈院院长 当了17年 到71岁 后来又到美国做幕会 在若歌教会 东海岸的教会 幕会幕了十几年 到70岁退休了 退休以后被这个亚特兰大 这个华人教会的北堂 给挖走了 挖来做我们教会的主任牧师 他说我只能做四年 今天他73岁就挖走了 他们说你再做下去吧 做两届 黄牧师我做两年 做八十岁了怎么做 他说我只能做一届 黄牧师 他是可以在华人基督圣经学者当中 第一号 他的新约神学没有比他再好的 所以我来之前呢 专门请教这些问题 他在我们教会讲到 讲登山宝训 讲了八个月 哎呀八个月真是不早 讲得很好 很可惜 我们没有八个月时间给大家登山宝训 三章时间讲了八个月 他每次是一个不多 但是加起来也不少 登山宝训讲的是天国的生活方式 专门面对基督徒的教导 但是你要不要忘了 这一段对非基督徒很难理解 也就是说对于受逼迫的有福了 这句话你让他怎么理解 很难听进去 是吧 所以对基督徒的教导 天国应该是什么样子 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个讲天国的使命 我们在天国要干什么 是拿到天国的门票 叫万事大吉了吗 不是 所以耶稣接着讲 第十章就讲到 你看五章第七章 讲到教训 第八章开始行神迹 治好彼得的岳母 赶鬼 这部教训门徒 第八章第九章 就受到反对 第十章